现在回国买机票真的太难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Juzy 最近也看到了很多UP主在B站分享 自己被回国动辄8万块钱高原的机票 弄得非常的焦虑 在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我呢,是去年在英国留学年底回国 我只用了一周的时间做攻略,安排和行程 分别买了两段不同行司的机票 用低于1万5的价格买到了回国的商务仓 还在中转国玩了两天 最后呢,也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回国了 那么今天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我在英国留学回国 花费汇总的一期视频 也希望我们当时购买机票的一些思路啊 还有途径啊,能够帮助到你 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吧 各位先生们,我们继续用电话机器 我去沙特转机,加拿大转机,泰国转机等等 去年我在英国留学的时候 我身边的同学90%最终都顺利回国了 那么其中也包含新冠阳性最后转因的朋友 我做了一个统计就是如果他们是90月份回国的话 基本上在四五六月就已经在开始看票订票了 当时吧,我就一直犹犹豫豫不想买 原因呢,是因为我当时在美国读书 往返机票三千五海海基建燃油 所以当时看在英国票带那些 在卖动辄三四万的回国机票 我真的没有办法接受 可能是因为我工作了几年再去读书的原因 我在英国的一切花销都是我自己之前赚的 所以白花瓦瓶子扔给机票真的太让人心疼了 你说这钱拿去考个这儿捋个有买个包 它不香吗?扔给票带是几个意思呀 当时呢,我就觉得既然我都是研究生了 就要拿着研究精神好好地来琢磨一下机票这件事 我知道很多人想说,那确定的情况和今年不一样啊 今年机票更难买 但是,万变不离其宗 除非疫情完全消失 本期视频呢,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是英国回国机票所有花费的汇总 第二部分呢,是购买机票的途径以及优缺点 第三个部分呢,是我当时购买机票的一个解题思路 第三个部分非常的重要 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关注支持一下 第一个呢,是每个人都需要做的第一层检测 我呢,当时是在康泰 因为打过两针或者疫苗 所以我做的是三检 团购下来,价格是349磅 折合人民币呢,是2970元 第二个呢,是出发前7天的一个检测 我选的是NHS自测包和walk-in具检测机扣 是免费不要钱的 第三个呢,是半里深根签69磅 折合人民币呢,是587元 英国飞波兰含两件各32公斤行李 一共是114.99磅 折合人民币呢,是979元 然后呢,就是波兰飞中国天津商务舱 含两件23公斤的行李 合计是1587.9磅 折合人民币呢,是13513元 波兰四星级酒店两碗和朋友拼住 含早餐,一共呢,是70欧 折合人民币是519元 在波兰,也就是第二城 我们需要做一个核酸检测和IGM检测 那这个检测呢,是上门检测核酸采样 一共是150欧 合计人民币是1111元 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酷了 这个价格跟刚才的康泰对比 简直是良心价格了 比我同学们在第二城 像丹麦啊那些动辄四五百磅 真的是便宜多了 所以我真的觉得 在国外这些检测机构和票带 这样薅这些想回家的留学生 那么的钱,良心不会痛吗 良心?我早就不见了 怎么你还有呢? 那么我在波兰的一切花费 一共合计是220欧 因为地阶大哥是中国人 所以我们街机是包含在里面 也是免费的 所以折合下来 一共是1630元 那中间呢还包含一些 我在第一城起飞前 住在伦敦卢顿机场附近的一个酒店 31磅 还有一些 搭车呀 吃饭呀 这些钱总共加起来是100磅 折合人民币呢是850亿元 其中机票的部分呢是 14492元 所以我们最终的总价是 20530元 第一种方式呢就是官网直接购买 当时所有的票都被票带贩子 笼络到了自己的手里来炒高价 官网是没有办法直接购买的 但是我当时在搜集信息的时候 我有注意到 芬兰航空已经有伦敦回上海 在赫尔兴基中转这个航班 这个呢在官网就可以直接购买 那么如果是因为航四的原因不能起飞的话 那么这个票会全额退给你 但如果是自己的原因 比如说在中转国检测IGM偏高 上不了飞机 这个是没有办法给你退款的 中转的时间大概是18个小时左右吧 时间比较长也比较难熬 价格我记得是3500英镑 折合人民币呢是3万出头 第二个方式就是找票带 我身边的同学基本上90%都选了这个方法 想要回国这个环节当中呢 票带是非常重要的 但这个市面上呢是充斥着非常多不良票带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 不然你的钱有可能有去无回 但不得不说还是有良心票带的 当时我有两个素不相识的同学 都给我推荐了同一家票带 说这个票带非常的靠谱 不过很好 会帮你全程盯流程 就算是有时差这样的原因 它也会及时的回复你消息 会把你拉入这个飞游群 也方便你去寻找和你一起飞的小伙伴 我觉得这种就非常的难得 那这种票带的价格呢也是在三万块钱左右 第三种呢就是自己研究行程 分析各个中转国家的入境规则和转机要求 在行自官网或者是机票巨额型购买网站 Like a Scott Kanner 去搜索一个最合适最低价的一个机票 来分开购买两段行程 那第三种方式呢就比较繁琐一点 需要大家在前期花费大量的时间来搜集信息 好处呢就是身在价格非常的便宜 只要你前期各个步骤都捋顺了 其实后期执行起来也没有非常的难 所以第三种呢也是我主要选择的方式 那如果大家对机票的事情一般比较上心 或者自己也比较细心的话呢 就推荐大家选第一种 自己在官网上购买 这个呢就需要大家来去盯机票的这个动态是如何的 就它有没有熔断的倾向啊 也要关注一下新闻啊等等等等 如果大家不想动脑筋 也不想很麻烦 想直接躺平的话 也可以找一个VIP的咨询服务 来帮你一直盯流程的这样子的人 那就可以选择第二种 但前提是一定要找一个良心票带 那如果你具备一个冒险的精神 而且又想省钱的话 可以推荐大家选第三种 但前提呢是一定要做好大量的时间 来准备前期的一个攻略 我为什么会选择第三种方式 自己研究路线回国呢 第一因为是我自己订的票 我有很大的自主权 我不会处在一种被票带所掌握的一个被动情况下 那比如说有些票带 它出的票中转时间非常的短 如果你前一套航班出现任何问题的话 你是根本来不及做检测的 就算你做了检测 你的检测结果出来了 你也来不及上传到大使馆 因为大使馆审核给你绿码 还需要一段时间 那相反有些票带出的票 它中间的停留时间就非常的长 有些长达15至18个小时 甚至20个小时都是有的 你想在机场这样一个高风险的地方 你要停留十几个小时 没有地方吃饭 没有地方睡觉 要在这一直煎熬 很容易增加一个被感染的概率 第二 我不会受到票带的限制 我也不会跟一些足量票带无限拉扯 第三 我选的票呢 前提都是可以全额退款的 如果我有事 我飞不了 或者是我找到了更好 更优质 更便宜的路线 我都是可以提前来申请退款的 这个钱呢 是没有任何损失的 我当时前期通过做攻略 做筛查 做对比 一共选择了以下几条路线 它们分别是 西班牙 波兰 新加坡 美国 加拿大 韩国 沙特 泰国 这些路线都是需要提前申请签证的 西班牙和波兰呢 当时已经对英国开放了边境 而且它们同属于深圳国家 深圳签呢 在伦敦就可以进行办理 我们首先来看西班牙 当时西班牙经济仓票价呢 是1450欧 折合人民币呢 是10743元 那入境西班牙的住宿 街机和核酸检测费用呢 一共是470欧 折合人民币呢 是3482元 但是我不是西班牙籍 我也不是在西班牙读书的留学生 所以当时这个旅行社 给我说我要额外再加 10%的一个费用 而且还有被抽差的可能性 所以综合考虑一下 这条线路也入选 那我们再来看第二条线 波兰当时飞往中国天津 商务舱 住宿加核酸 一起折合人民币呢 是15143元 那这条线路呢 是非常稳的 当时波兰飞往中国呢 有国航和波航 这两个航司 但是国航是 时不时会停飞一下 但是波航一直都很稳 所以这条线路也入选 那我们再看第三个路线 新加坡 当时新加坡的政策呢 也是出了 只要你打了两针灰热疫苗 你就可以入境新加坡 那就需要入境了之后来再次检测 当然了这个也需要签证 当时我是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在新加坡 他说可以来给我做担保 来让我去申请新加坡的签证 当时伦敦飞往新加坡 价格只要4000人民币左右 非常的便宜 包括这两天 我有查一个机票的一个动态 伦敦飞新加坡 也是4000块钱人民币左右 那新加坡再飞回国内的任意一个城市 差不多也是4000块钱人民币 所以这样一套下来 新加坡回国费用值在1万块钱就可以搞定 也是新加坡非常高的一种方式了 这个方案也入选 第四条路线呢 就是美国 当时美国回国也非常的便宜 主要原因的是因为 我当时有计划过 就是在英国交了我的硕士论门之后呢 我想去美国实习一段时间 正好我有亲戚和朋友也在那边 但是当时呢 我一直在等就是美国队英国开放边境 这个消息一直都有 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 所以我也不能一直等这条政策 什么时候颁布 我在什么时候去实施 所以这条路线就带定 第五条路线呢 是加拿大 加拿大当时回国 回到中国机票才4000多 然后伦敦飞 加拿大才2000多 所以我当时真的是心动了 但是我没有加拿大签证 在伦敦的加拿大签证中心也关门了 所以这条路线直接pass 第六条路线就是韩国 我又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朋友在韩国念博士 他当时也是邀请我可以去韩国玩一趟 然后再回国 当时我也看了 韩国回国的机票呢 是最便宜的 才2000多块钱 我当时是心动啊 但是综合评估下来呢 这条路线没有人之前实施过 我觉得风险还是有点大 所以这条路线也pass 另外呢 我还看了泰国 泰国呢 比较特殊 需要你入境之后再待15天 还是多少天来着 这个我一想回国时间拉得太长了 所以这条路线我也不细说了 感兴趣的朋友们 今年可以看看这条路线 能不能回国 另外呢 还有一条路线呢 是沙特 这条路线比较特殊 沙特呢 是对中国免签的 沙特是我最后才发现的那条路线 但是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 我已经决定走 我要走的那条路线了 所以这条路线呢 我就不细说了 感兴趣的朋友呢 今年呢 也可以看一下沙特 泰国 马来西亚这些国家 有没有一些好的政策 可以让你回到国内 综上所述 最终呢 我就留下了 西班牙 波兰 和新加坡 这三条路线 其中波兰是主要路线 西班牙和新加坡呢 是plan B和plan C 一旦我在波兰出现任何问题的话呢 我就马上转机去西班牙 做西班牙的伊比利亚航空 如果再出现问题 我就返回回伦敦 然后从伦敦飞往新加坡 最后的最后 我还留了一手 我还有plan D 就算是以上三个方案 我都走不了 就万一 这种事情谁不想 对不对 我还可以再回英国 我还没有把我的退路堵死 我英国的房东 还是非常欢迎我回去住的 他真的人超级好 所以呢 一定要多储备一点 备旋方案 这样心里才不会慌 那最后的结果呢 就是一切比我想象中的 还要顺利 我在华沙还玩了两天 去了华沙王宫城堡 也去了老陈集市广场 还尝了波兰的美食 波兰饺子 还有一种什么鱼 来着我忘了 到了晚上呢 还去听了小邦的音乐会 在没有去播完之前 我对这个国家是 大概只有在历史课本上 听过这个名字 其实呢 它在二战之后 是一个很新兴很新兴的 一个国家了 在二战的时候呢 已经被轰炸的 没有剩下什么东西了 唯一的老城墙 也只剩下那一点点的 断壁残垣 我们当时也去看过 但因为时间来不及 本来我们还想去 纳粹集中营去看一看 波兰这一趟 对我感触还是蛮深的 最后呢 也想特别的感谢一下 在波兰坐地街的大哥 非常的认真和负责 在最后一天 安排我们走的时候呢 喊了好几辆大的大巴 把我们一起送到机场 人还亲自到机场 给我们办理登机牌 把我们最终 一个一个送到了安检口 他才走 在飞机上呢 九个小时舒舒服服地睡一觉呢 醒来看到了非常漂亮的 紫色的光 接下来迎接着我的 就是祖国温暖的怀抱 于是呢 我们这一行人就顺顺利利 平平安安地回到了祖国 在天津开始了 我们14天的隔离生活 最后我想说 疫情期间 有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留学生们 由于不同地区 对疫情管控程度的不同 他们其中 有的有家难回 有的忐忑度日 有的死里逃生 不是每个在外留学的学生 都是富二代人见富贵华 很多都有生活上的困顿 和学业上的压力 很多时候 他们只能自己一个人扛 疫情爆发之后 留学生是有被污名化过一段时间的 有些人说他们宠阳媚外 疫情就不该出国 现在回不了国也活该 还有人说 那就别回来了 就不该回国为祖国添麻烦 其实在这么艰难的时刻 还在国外求学的人 大多数是肉眼可见没什么钱的 希望大家能够打破 对留学生这个群体 主观狭隘的想象 褪去光环 他们和任何一个群体 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换了片土地和环境生活 最后 祝愿海外的学生们 可以平平安安回家 谢谢大家的观看 这里是周团的频道 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支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